心跳,迎来大结局,反派全员进监狱,罗正霸总变乃狗,网友直呼太上头了。 白月光苏眷回到乔静身边,但是乔静已经移情故意,一边是母亲的死,一边的自己所爱之人的背叛,苏眷彻底黑化走上不归路。 为了替母亲报仇,苏眷设计把故意从公司赶走,并控制父亲让自己坐上了公司负责人的位置。 而另一边故意与乔静解开了孩子的误会终于和好,故意为了得到乔静母亲的认可,成为合格的女婿,对丈母娘百般讨好。 两人在经历种种磨难后,感情更加甜蜜坚定。 天有不测风云,故意父亲因病去世,苏眷为了得到公司篡改遗产内容,没想到却被父亲摆了一道,最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揭穿了他的阴谋。 苏眷终于明白父亲不过是利用自己来磨练故意,自己不过是一颗垫脚石,不甘之下苏眷想与故意同归于尽,最后被故意感化准备投案自首。 而之前绑架乔静的周月主动向故意承认自己喜欢白云并道歉,最终也选择自首,至此所有反派都进入监狱。 故意本是有情感障碍的霸道总裁,在乔静的调教之下苏变成了小奶狗,两人也忠于有情人终成眷属,结局大团圆。